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早安英文 我是木木 各位好 我是Ellen Ellen 觉不觉得其实每个女生啊 她都是有一个公举梦的 我又不是女生 我怎么知道 你是被最近这个Beauty and the Beast的美女和野兽洗脑 洗脑了吧 美女和野兽洗脑 对吧 天天小公举 小公举的 Not really 不全是 主要是勾起了我的一些童年的回忆 哎呦 那可是挺多年前了 就想起了其他的一些这个迪士尼的动画了 这个说到迪士尼的动画 原来你都看过哪些啊 哎呦 让我想想 没看过 米老鼠和汤王鸭 差点说什么 米老鸭和汤王鼠了 果然是有童年的 童年的人了 就我就觉得这个迪士尼的动画不仅三观正 并且呢 总是搞笑中带着温情 剧情非常的正能量 搞笑中带着温情 看着看着就哭了 对吧 对 就王子总是和小公举在一起 这个大反派呢 也有非常可爱的一面 但是你也别太相信了 毕竟有人唱过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不要这么想啊 我们要积极一点 你看看白雪公主就曾经告诉过我们 What do you do when things go wrong Oh you sing a song 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怎么办呢 Oh 我们就唱歌吧 哎呀 迪士尼的动画果然还是很纯正 然后他就被毒死 毒死了 是吧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小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是的 不仅仅是特别的纯真 这个迪士尼的动画呢 总是会通过一些非常小的事情 告诉你怎么做人 没错 就像去年那部疯狂动物城Zootopia 里面有一段台词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哎呦 这么长一段鸡汤 这个你都记住了 不过确实说的很有道理啊 大家小本可以准备好了啊 这段话说的是什么呢 他在告诉你 生活吧 总是有点不如意的地方 不如意呢 他这里用的单词是massive 表示很混乱 然后他还说 我们都会犯错 不管你的天气是怎么样的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呢 你要学会去改变 所以你看看一只兔子 通过后天的努力 后天的改变 就当上了警官了 太棒了 对 但是我发现这个迪士尼的动画里面 励志的故事全发生在这个动物身上 为什么 就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还真是这么回事 你看这个founding Nemo 海底总动员不也是吗 是 我还记得这个Marlin和Dolly在寻找Nemo的图中 就说过这样一句话 Nemo Nemo 他除了说一直在说这个之外 When life gets you down 当你在生活中遭遇挫折的时候 You know what you're gonna do 你知道怎么做吧 怎么做呢 Just keep swimming 就这样一直的游下去 一直的游下去就好了 也是非常励志的一些话了 说到励志 我觉得在迪士尼的这个动画里面 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 怎么说 也不能说是人物吧 应该说是不得不提到的 励志动物 就是我们的这个The Lion King 狮子王 对 狮子王 就我当时看完这个动画之后 我就说 我就想啊 我要是以后养条狗 那就叫星吧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要说 我要是养头 狮子 我以后可以再取名叫星吧 我可没这个胆 这个话说回来 狮子王确实是很励志的一部动画 就是讲了星吧 怎么从一个小狮子变成森林之王 小狮子之所以能够变成这个森林之王 那是因为他领悟到了这个生命的真谛 那所以这个生命的真谛 真谛到底是什么呢 关于生命的真谛 这个深奥的问题啊 星吧 他是这么说的 Oh yes The past can hurt 哦 是的 过去是痛楚的 But from the way I see it You can either run from it or learn from it 但在我看来 你要么就逃避过去 要么就向他学习 确实非常的感动 尤其是在这个Alan 有感情 毕竟很做做的朗读之后呢 我就感觉这个非常的励志 但是如果你觉得 每一部迪士尼的动画都这么励志 那你就错了 怎么了 是这样的 最近在微博上看到这样一个帖子 就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标题 他说震惊 迪士尼动画中出现某渣男 劈腿多名女生去获得世人的祝福 这个标题啊 震惊 通常来说都是中老年朋友 全会经常出现 是吧 这又是一个标题党 是吧 我也看到这个帖子不巧啊 就这个标题中 渣男指的就是迪士尼动画中的 这么一个王子 对 为什么大家会说王子是渣男呢 你们回想一下啊 这个你看过的动画 还有这个书里面 他跟王子的形象 The sleeping beauty 睡美人中的王子 Singerella 灰姑娘中的王子 The little mermaid 小美人鱼中的王子 还有这个Snow White 白雪公主中的王子 全部都长得一模一样 哇 那个去啊 所以说大家就开玩笑 是吧 Snow White Sleeping beauty And the little mermaid all dating the same prince 是不是白雪公主啊 睡美人啊 小美人鱼啊 都在同一个王子约会 这个网友们脑洞也是挺大的 当然了 就是网友们开了一个小玩笑了 对啊 其实我觉得吧 这个迪士尼动画中的王子 到底是不是一个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呢 我们能够做到 争取不看中文字幕 来感受迪士尼动画中的 这样一些非常经典 非常励志的台词 那你怎么能做到呢 我觉得就是要英文好了 是吧 对必须的 这是对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我是Alon 咱们下期见 拜拜